之後,即時來看一下,其實這邊還蠻方便 即時,然後攝影這邊都可以,這邊可以點擊 點過來了,你會發現呢,我多了什麼東西 剛剛沒有這個東西,有沒有,Home 還有呢,這個東西,下一頁 那如果我希望,按一下這個Home呢 剛剛沒有嘛,如果有的話你把它點擊 它會回到首頁 另外的話呢,還有一個,下一頁 就是按一下它,它會跳下一個 跳下一個,跳下一個 再幫它跳回來,所以下一個 那不過下一頁我就沒做了 其實每一頁,你只要做一個就可以 程式貼過去就完成 那要怎麼做出剛剛的這個效果,回首頁的動 這個這個部分 第一個的話,我們來看一下,程式基本上就是這兩段 那我先把它拿掉一下,恢復成原狀 那基本上呢,我要怎麼樣做 剛剛的那兩個按鈕 前面有講過嗎 記得好像有 有講過 只是說可能大家 應該 還記得吧 如果你要回首頁的話,大概 主要幾個重點 特別注意,比如說我希望在哪裡呢 在那個攝影名詞的這個旁邊 的左邊 增加一個回首頁的按鈕 那回首頁按鈕叫什麼呢 第一個請各位點擊 攝影名詞這邊,然後呢,游標請你特別注意 再移動到左邊這邊,請你把游標本來在裡面的 把它移到外面 因為如果你把它放裡面,它效果不會出來,所以移動到這邊,打一個什麼,打一個HOME 就是那個H1的 右邊這邊 把它移回來 點過來這邊 然後再移回來這邊 為什麼要在這邊點,因為這邊點不到這個位置 所以一定要在這邊,加了這個HOME OK 二的話呢,請你在這邊 做什麼呢,做超連結 選取它 連結在下面 JING HOME 就是 連結到首頁 Enter一下 那這個地方它就連結到 我們的那個 就是 首頁的 就是首頁的部分 接下來做什麼呢 我希望它能夠在前面加上一個 圖示 這個圖示的話呢,ICON 所以你可以找到 這個圖示前面有個DATA ICON 那DATA ICON裡面的話呢,請你把它找到HOME 這邊應該有HOME吧 HOME在這裡 回首頁 這個時候的話 基本上我們即時看一下 攝影名詞點它一下 你會發現HOME出來,有沒有看到 但是 這個 這個離我們要的還有一點點距離 什麼樣的距離 就是 前面這個名稱有沒有 如果我希望呢 它不要顯示HOME這個字 那其實怎麼做 記得啊,把那個 DATA ICON這邊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 NOTEST 有沒有 在哪邊改 在 Icon的PAUSE 改成NOTEST NOTEST 顧名思義嘛 就是不要給我任何的文字 好,那我把它改完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 效果就出現了 有沒有 就一個 HOME 那 這樣子的話完成之後 你可以把這一段程式 其實它多了什麼東西呢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就是從 這個 AHREF 一直到 這個 這一段 有沒有 這一段到這裡 那你其實可以怎麼樣 假如說其他的頁面也需要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它貼到其他地方去就好 不過 恐怕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貼的時候不要亂貼 不要貼錯 只要一個小地方錯 後面就全錯了 第一個是HOME部分做完了 那接下來我還需要什麼 下一頁 這邊要需要什麼 需要一個箭頭往下的 怎麼做 其實做法一樣 切回到 原來的設計模式 一樣請你在哪裡呢 在HOME的 這個地方 特別說HOME的 這個 等於是右邊 輸入一個NAS 當然你在這邊輸入也可以啦 或者你在這邊也可以 但是記得喔 輸入的位置 一定要是 前面這個 反斜線A的 右邊的地方 輸入一個NAS 再把它選起來 做什麼呢 一樣的動作 DATA ICON 請你選擇 向下的 這個什麼 如果這個 箭頭的 DOWN 所以選 第二個 D啦 D的話就是向下的意思 再來的話呢 也一樣不要有圖示 所以NO TES 那超連結的話 應該是先超連結才對 先超連結 連結到哪裡呢 連結到 Page 因為現在是Page1 所以 連結到Page2 好所以 一樣 我就是在 這個地方後面 加一個NAS 然後呢 先做超連結 再做那個什麼呢 DATA ICON ICON的話呢 是箭頭向下 所以這邊的話 ICON 讓它 這個 箭頭向下 然後它也是NO TES 好做完了 做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來試試看 那一樣即時看一下 攝影名詞看一下 OK 會不會成功呢 有沒有發現 點它一下 就完成 其他的部分呢 當然你做完這兩個之後 你就直接可以把 這個 從 標題 H1 就是 上面的標題 下面這一行 跟這一行 記得 你選的時候 從 A H 這個是 Home的 A到A 下面這個是 NAS A到A 所以記得把這個 A到A 選 選起來 選到反斜線 A 所以 總共有兩個按鈕 一個 是從這邊 到這邊 一個是從這邊 到這邊 那你可以 把它Ctrl C 再到哪裡呢 再到下一個 下個頁面的話呢 就是這裡 相機種類 所以你可以點一下相機種類的 右邊這邊 它會跳到 請你找到它的 外面這邊 反斜線A Enter一下 記得把它貼到這邊來 這樣就OK了 然後這邊也是一下 相片欣賞 它這個反斜線A的右邊這邊 Enter一下 貼上 一樣的道理 意見回覆 一樣是這個的 右邊 這個的右邊 Enter一下 貼上 然後呢 記得把那個 哪一個呢 把 Page 貼上好像 Home沒貼到 意見回覆呢 回到1 這等一下再重貼 NAS 只有貼到NAS 其他Home也是一樣 這邊的話呢 把它改 比如說我下一個是4 反正你就照順序一直往下 OK 請各位試一下 做完一個之後呢 你可以 把需要的東西 再貼過去 剛剛選 記得是選這邊 這邊 一直選 選到 這邊 Home 第一個 到第二個 把它複製 貼過去就OK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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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